为了这个便利服务这些消费者来兑换零钱 自助洗衣店通常都是设置有这个对比机的 但没有想到却成了歹徒提款机 因为在台南市北区就有两名男子 在纸钞上粘了一些胶带 然后绑上钓鱼线 就这样的放入这个对比机里头 想说等到这个机器感应吐出等值零钱之后 再拉回这个纸钞 以这样的方式已经偷走了一万多块 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王姓贤犯和同伙进入自助洗衣店 拿着百元钞票投入对比机内 等到机器感应吐出等值的零钱后 两人再将百元钞票抽出来 从容离去 原来王姓贤犯就是在一百元的钞票上 粘上鱼线将对比机当成是提款机 用这种钓零钱的方式 偷走对比机内一万多元 纸钞连上胶带之后 再绑上钓鱼线 然后放入对比机里面 等到对比机感应吐出了等值的零钱之后 再抽取纸币 窃贼每隔几天就上门洗衣店业者不堪其扰 加装了防抽装置 也就是纸钞进入后就会被卡住 没想到嫌犯还是继续犯案 业者任无可认报警处理 台图作案的时间大概利用夜间 无人在洗衣店的时候 然后窃取对比机的零钱 前后方案数字 总共借的金钱大概约一万多块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交王姓嫌犯逮捕到案 嫌犯坦诚 除了洗衣店外 无人停车场的收钱机 也是下手目标 这回被逮总算让业者松了一口气 终于喜欢赖冠张五月方 台湾报道